第三章 猶太人的長處 這樣說來 猶太人有什麼長處 割禮有什麼益處呢? 凡事大有好處 第一 是上帝的聖賢交託他們 即便有不信的 者有何妨呢? 難道他們的不信 就廢掉上帝的信嗎? 斷符不能 不如說 上帝是真實的 人都是去放的 如經上所記 你責備人的時候顯為公義 被人議論的時候可以得勝 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 我們的不義 若顯出上帝的意來 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上帝降怒是他不義嗎? 斷符不是 若是這樣 上帝怎能審判世界呢? 若上帝的真實 因我的虛荒 越發顯出他的榮耀 為什麼我還受審判 好像罪人呢? 為什麼不說 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 這是委託我們的人 說我們有這話 這等人定罪 是該當的 引證猶太和外邦都在罪惡之下 這卻怎麽樣呢? 我們比他們強嗎? 缺不時的 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惡之下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上帝的 都是偏離正路 一同變為無用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他們的喉嚨是闖開的墳墓 他們用舌頭弄鬼詐 嘴唇裡有毀蛇的毒氣 滿口是咒罵 苦毒 殺人流血 他們的腳飛跑 所經過的路 變行殘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們未曾知道 他們眼中不怕上帝 我們曉得 律法上的話 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 好塞住各人的口 要普世的人都服在上帝審判之下 所以 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恩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清義 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信靠耶穌乃得清義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是上帝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清義 上帝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 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上帝的義 因為他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 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既是這樣哪裏能誇口呢? 沒有可誇的了 用何法沒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嗎? 不是,哪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們看定了 人清義是恩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難道上帝只作猶太人的上帝嗎? 不也是作愛幫人的上帝嗎? 是的,也作愛幫人的上帝 上帝既是一位 他就要恩信清哪受割禮的為義 也要恩信清哪未受割禮的為義 這樣我們恩信廢了律法嗎? 斷負不是 更是堅固律法 那麼,怎麼辦? 不測試一次 一隻括 我們要不要生替 是邪馬 我們在櫻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